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每一次出现都会吸引众多歌迷的热烈追捧 他们分别代表着四季的魅力 温暖 成熟 热情 冷峻 他们就是 飞龙海 如果 青春只剩一场决斑海报 把你贴在耳杂 收藏 你的背影变成无价之宝 有我到处炫耀 走路都在飘 吃不饱 睡不好 脑袋都坏掉 心狂要太糟糕 有没有听到千里外我对你呼叫 怎么办我越来越爱 快给我大声公告白 爱就爱马上要精彩 不要惨害 为你哭 为你笑 为你疼 为你呆 不抵抗 不想来 不悔改 管她的青红或早白 只要对你崇拜 留你 最为世界最后一个偶像 灵魂到老师俩 不管 你有没有空荡 分我目光 轮为快乐羔羊 走路都在飘 吃不饱 睡不好 脑袋都坏掉 心狂跳 太糟糕 有没有听到千里外那小的呼叫 怎么办我越来越爱 挂去这碎花像灯牌 第一个冲荡第一排 比谁都快 为你哭 为你笑 为你跳 为你害 不抵抗 不说来 不悔改 管她的青红或早白 只要对你崇拜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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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能越来越爱 如果青春只剩一场绝版海报 把你贴在额头 谢谢 好爱 谢谢 谢谢吴孙 谢谢 谢谢大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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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亚伦 你好 谢谢 你们的歌迷也很潮 谢谢各位歌迷朋友 这首歌非常好听 谢谢 我先说一下 飞伦海四个人 我跟亚伦 他们叫你亚伦还是阿布啊 亚伦吧 我叫亚伦 我习惯叫亚伦 我跟亚伦第二次见面 1月几号啊 1月7号的时候 1月7号深夜 深夜 对 好 听我把话讲完 深夜 我们整个设置组之前去台北 待了差不多十几天 采访了很多人 有一天晚上 我们在宵夜的时候 很多人在一起 亚伦去了 你们三个人那天为什么没去 他们那天在工作 你为什么不用工作 我那天刚好放假 没有 特别去看你的啦 那你们三个人为什么不特别去看我一下 我们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啊 你们都不知道 他是飞伦海里面的那个最会探听消息 所以我们三个人没有知道这件事 他也很够意思 就是跟你出去都不跟我讲 也太保密了吧 没错 但是那天他做的公关还是做的不错的 带了很多你们就是新专辑的 拍的非常漂亮 非常酷的写真集 但是给我们每个人签了名 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 所以我的很多工作人员等一下 可能会找你们三个人签名 把他补齐了 没问题 对 把他补齐了 这次可能新专辑都拿到 对不对 对 《越来越爱》 是飞伦海出道以来的第三张专辑 好 倒过去吧 儿童不义 那天还很好笑 被人家八卦周刊报道说 因为那一区有一点 算是比较风华区 深色场所 深色场所 不太好 然后后来被人家爆料说 以为他去深色场所 对 我给他辟谣真的不是 我不知道现在亚伦在 不太舒服还在身边 大冬也感冒了 对 然后一如也有一点感冒 今天脸 还好 不是呢 然后我也没事 哈哈哈 飞伦海出道三年来 共推出三张专辑 此次全力打造的第三张专辑 越来越爱 不仅承袭了飞伦海经典的招牌舞曲 而且特别加重的摇滚元素 使整张专辑都拥有了阳刚成熟的男人魅力 这张专辑不仅印证了飞伦海成军三年来的成长 更帮助他们进行了完美而顺时的转变 而这张专辑的曲风设计和MV的拍摄过程 对飞伦海每位成员来说 都是一种全新的城市和路火 这是你是吧 哇 把那个镜头往前倒一下 往前倒一下 哦对就是这里 好倒过去吧 儿童不义 太闲尸了 你们说不要是觉得不好吗 他们是想当女主角 还好啊 不过下次我们女主角就在这边征选 用征选 其实这次拍这个MV 经验是算蛮特别 因为我们这次做了很多的改变 先送上这张专辑好了 之前在台北给你的是台北的正式版 然后这边是内地的 你们都有签名哈 对对对 秀一下很漂亮 谢谢 谢谢飞伦海 然后这张专辑我们走的比较那个成熟的 所以有这样的画面出现啊 是因为我没有看完全部的 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画面吗 当然没有啊 为什么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是你 就因为猜拳了 他猜的 真的假的 让无尊来说 没有啦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都有拍过一个歌的主角MV这样子 现在真不得了 只有以前拍电影电视剧会这样 现在拍MV都要这样了 对啊 就之前你们都已经那样拍过了 其实也没有啦 对啊 其实也没有啦 对啊 可是我们自己的歌也没有说真的就是拍过主角 对 可是那时候可能就觉得说他年纪比较小吧 对 然后就要 可能需要突破吧这样子 对 是这个意思吗 我要问我们的公司 对啊 所以就是他 嗯 他们说你们在拍的时候 上面有吊了一个很重很重的那个车 车 其实你们根本不害怕那个车子 担心头发不要被弄乱了比较好 哈哈哈 差不多 差不多是这样 因为看到那个车子就觉得很 很有精神 对对对 很新奇很特别 然后我们还会开玩笑说 诶 怎么会有一台车 然后我们就说 哦因为我们开车来 找不到车位把它停在那 你们的工作人员说 你们可能是所有人当中用发胶用的最多的 所以才会有代言某些品牌啊 他们说你们骑摩托车戴下头盔以后发现